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持续增加 根据法国媒体统计 2020年美食外送订单 较前一年成长25% 为了鼓励民众响应环保 欧洲近来兴起环保押金制度 除了美食外送业者跟进 也有民间机构以相同理念出发 推出类似共享餐具的服务 希望舍弃一次性餐具 为宅经济找出更永续的替代方案 疫情升温 路上外送机车一台接着一台 餐饮业者为了求生存 美食外送服务成为必要之际 然而一张一张的外送订单 也意味着一叠一叠的一次性垃圾污染和浪费 面对难以抵挡的外送趋势 法国的美食外送平台和业者合作 响应欧洲近来兴起的环保押金制度 鼓励民众舍弃一次性餐具 环保再利用 最后一项目标准备的东西 项目标准备的项目标准备 项目标准备的项目标准备 根据法国媒体统计 2020年美食外送订单较前一年成长25% 塑胶带 塑胶盖 纸盒等容器 在每张订单平均会造成三至四个一次性垃圾 近年环保意识抬头 欧洲逐渐兴起环保押金方案的概念 除了美食外送业者响应 也有民间机构以相同理念为出发点 推出类似共享餐具的服务 只要透过手机定位系统搜寻邻近据点 就能轻松归还餐饮业者借出的餐具领会押金 民众普遍认为 垃圾只要经过分类回收就能被妥善处理 但一次性餐具尽管标榜可被分解 可惜最终还是会送往大型掩埋场或焚化炉 进而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如今已有研究证实 欧洲发展出的环保押金制度 并不会造成额外的水资源消耗或碳排放 虽然系统还没发展成熟 但也为势不可挡的宅经济提出更永续的替代方案 中央社综合报道 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采会铜车马 日前配合国际博物馆日 在陕西新洛城的铜车马博物馆重新亮相 博物馆解说员潘彦表示 铜车马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 主体为青铜铸造 马匹配挂的饰品为金银制成 工艺技术精妙 是20世纪考古史上发现的结构最为复杂 形体最为庞大的古代青铜器 但当年发现时受填土塌压 破裂成3000多块残片 经过耗18年的修复才得以完整重现 看到面前的这个铜车马是我们在1978年出土 就是我们发现80年开始进行拼接修复 所以出土了以前以后两辆铜车马 而我们面前看到的就是第二辆车 这个叫安车 第二辆车的车棚盖成一个椭圆形 我们在发现的时候已经碎成了199片 那我们考古专家在修复的过程中 发现车棚盖上没有任何焊缝 也没有断打的痕迹 也就说明2000年前 它是整体铸造成型的 一整块铸造的 潘映表示 这座新落成的博物馆 距离铜车马陪葬坑 仅约240公尺 管方力图还原秦始皇 软架风采 当地民众在1974年打井时 意外挖出大型陶涌 也曾引发文物单位关注 而兵马俑也被运回世界第八大奇迹 目前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馆院景区 主要包括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黎山园 周边还有百系俑文仁俑等99010006陪葬坑陈列厅 已于2011年相继对坏开放 中央社记者某宗翰陕西报导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所收到的 详细 咱们早日 增加 我们三一三化血冰寺 尽效一分一点稍微裁掌修杞 那今天执行消磁任务的部份的话 会执行台北捷律站的清简段跟专线的部份 我們這樣的行銷主要是跟著人口所動的學運動還有一些介紹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達成降低民眾被感染的風險 其實就是非常的悶熱 然後就是可能可能說剛才沒開始執行 但我之後就已經想不到時間了 想說叫做執行真的沒有這麼熱 但是其實你要感興奮什麼東西 都會有白白血撐到臉上就是會看不清楚 然後裡面有什麼熱血都是汗 所以在作業上方面其實都會很困難 可是那個必要的程度都有必要的 平常在訓練的時候 就已經在訓練不通就有機會了 我會針對耐熱不通就有機會了 超課的時候就會做防護神 那就是配合了一些戰術的演技能 去做任務的程度 其實每一次出燈物都是對我們化學技術的作用 就是可以驗證我們演技術 對副作用訓練的演技能 然後應該有成效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消毒燈 雖然不是我們自己想要的 但也是對我們化學技術的很好驗證的程度 上個禮拜有在實行 消毒燈物球 不同在電影站 還是在我們走在街道上 都會聽到 就是走在路上可能遇到民眾 他就跟我說 這個團隊人辛苦了 謝謝民眾 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了民眾 那其實聽到的內心會很感動 然後會覺得比較辛苦不支持 是的 1989年6月4號 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 遭到中國軍隊血腥鎮壓 造成重大人員傷亡 今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32週年 這天全球各地都會舉行悼念死者的活動 而香港將面臨首度在實施港區國安法下迎接紀念日 主辦追悼晚會的泛民主派之聯會 提出相關活動申請 但警方以疫情為由 認為集會及遊行會增加染疫風險 反對舉辦活動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510 我們再會 主張委員會 有請 我們在活動 開放 開放 2 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